我們今天要去二十輪Villa的住址 因為我今天整天都要拍照 可是民宿是三點才能進去 所以我們先到壯圍沙圈來拍照 他們在咖啡廳就是 平常不能隨時看手機 在這邊就搶著想要看 有沒有 會胖不是沒有原因 可是很熱沒錯啦 他們就是想要等我拍照 然後不想要在外面曬 真的是 還帶髮箍 有熱成這樣嗎 真的很居家 一心到外面來這麼居家 他們沒有想要理我意思 我要先來去拍照 他們就在這邊 飛 他們在這邊 看到怎麼有點漂亮 他們的意外想得還要漂亮 他們的意外想得還要漂亮 誰唱的啊 BEEPER唱的 BEEPER 前面都要那麼慢 我要加速囉 開玩笑 先冷靜好了 四分鐘就到 怎麼那麼近呢 上面還有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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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像是上面耶 糟糕 結束 好 再回轉回去 耶 走車路了 漂亮 這太混亂 太腫亂 她還不習慣 二十輪的入口 就是這樣 然後裡面就看起來突然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園區 綠意盎然的室外桃園感 很美耶 好像隨便拍都很美耶 不愧是最近很紅的地方 好幽靜喔 漂亮的光影 漂亮 很美 非常的 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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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國外的那個有沒有 BAR的氛圍 有東西這樣子遮著好漂亮喔 有東西這樣子遮著好漂亮喔 這個門好漂亮 因為光影 很美 到處都很美 隨便拍隨便美 好喔 隨便拍隨便美 BAR 有玻璃的小橋 想一想 在哪裡 帶我們去 對 這樣看過去 走 漂亮到我音調都變了 房間在地下 在地下嗎 好喔 我們前面長這樣 客廳沒有連到上面或下面還要出去喔 為什麼每天在一起 好各自各自喔 好各自各自喔 好各自各自 還蠻漂亮一望無際的概念 來我們先去看四人房 他是要鑰匙才能進去嗎 他走這個小巷 欸下來 來 好喔這邊就不怎樣的景 好這邊是 四人房嗎 進來就是 好 四人房 他分開的就讓我有種沒有那麼興奮的感覺了 因為大家不能通來通去的感覺 這邊是 好喔 就是大概就這樣 喔好喔 沖澡的 好喔 好我們現在來去看樓上的 阿所以我們先禮拜下去嗎 對 對 妳很累嗎 對 漂亮 你有什麼問題嗎 蛤 你開車就了不起是不是 漂亮 剛剛我們說他 你的小孩很瘦 他說他一樣 我說你不要拉低整個家的那個水平 哈哈哈哈 看得到龜山島欸 看得到龜山島欸 哇嗚 喔 來喔這邊有兩間 我來看一下 好喔 浴室 好喔 這個直接就是 漂亮的view 好這間比較小 另外一間應該就有浴室 對不對 好這間就是 哇他的浴缸離床還真的非常的近 我就是要在這裡這樣子啊 對啊 這個就是 跟對面的那個阿桑 嗨 嗨 這就是蜜月泡房啊 對啊 就你們的啊 泡廊一邊說 你要進來嗎 然後或者是就直接 對 泡完然後立刻就上 我以為他很大 還是說他給我們房間比較小 一定是 浴缸好像硬要在這裡這樣嗎 對 怎麼有一種 相當不立行欸 有沒有 用廣角不錯 手機有膏 手機有膏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還會傷人 不是欸 這個你這個剛會動欸 這個剛會動 我們來去跟他們管家講 真的會欸 這個有點 玩不好笑啊 對啊 這樣拍過去是還蠻漂亮的啦 好喔 要準備去玩的 兩個人 包場 包場 爸爸就是在這邊站 好 喔你的眼睛 哈哈哈哈 晚上就看得很清楚 為了泳池朋友考入區一千指線 四足客人要提到 約才有機會可惜 我們沒有約到 就差去外面餐廳吃晚餐啦 然後 晚上七點多很多餐廳都打壓了 選擇不多我們吃的這家普普 就不推了 第二天 先要去吃早餐 有很想要抱怨的事情 等一下再抱怨先吃早餐 早餐 在泳池旁邊的樣子 然後 大鏡子 早餐 盤子找一下 早餐就這樣 喔還有這邊 大隻就是這樣吧 大賣幾 然後弄了這個 反正它就是一些起司跟肉片 是也沒有很多啦 跟黃瓜醬 下面有可頌 兒子的 香香的 然後還有一個漢堡的 我看起來還不錯 基本上它的食材是 不差 不錯啦 今天睡得好嗎 睡得不太好欸 兒子睡20分鐘 我覺得要怎麼睡 天啊 厭世的金香 天啊 天啊 那這個 早餐的環境非常的亮 會一直想起 昨天睡不好 今天一晚因為這種原因 大家都睡不好 從來沒有在住宿 避到這麼多的狀況 吃完早餐我們就直接跟前台翻譯 昨天我們都睡不好 然後我昨天半夜的時候 有大約管家 打了氣洞 都是轉介於現場 幾點的時候 應該是一兩天吧 然後我們都睡不好 我的話呢 我是在樓下的房間 因為它的窗簾是透光的 但是外面的美兜燈 是打到我的房間 我想關都關不起來 因為那個燈真的很亮 之後房間的噪音很大 我一直找出為什麼 那個噪音會這麼大聲 難過它看到 一間延長的檯間 時香貴 我們總共有13棟 然後就是分A牌 B牌 C牌 那順序的排列是沒有說一定指定 那當然這一排我們 因為它是在一樓 像有老人啊 孕婦啊 小孩 有事先跟我們講的 我們盡量會排在這一排 所以如果舊客他有指定說 我們是來過的 那我希望之前出這一排啊 或者出這一排 那希望換另外一排出 所以直接打電話了是不是 那因為我們是有訂了兩個晚上 我們有稍微看了一下 那我們的內一間創創是最差的 最小的間 然後昨天他差點被遇到半打 那現在可以動喔 對啊 這個很嚴重欸 因為如果真的害我們受傷了 那真的是很危險 因為我們還有小孩 我們是絕對不要在原來內間 沒關係 那我今天幫你換吧 這一排你們就看這個哪一張 我幫你按開 好啊 先去看看 然後樓上 因為你們比較在意就是房間嘛 然後我先帶你們看一下房間 真的這樣子才比較像VILA 對啊 而且也是還有一個小沙發 而且這裡有兩個浴缸欸 這一排 有兩三間是有 這邊還有一個天氣 沒有 你先關牆我想看一下 而且你看 這裡的風口不會對頭 今天的行程都直接 直接泡河 對啊 哪裡都不想去啊 累死了 我跟你說我爬這一棟爬得非常的累 不能從裡面客廳直接下來 我要找朋友的時候 我只能 上 我好累 上到這邊的客廳 之後 再上去爬樓梯找他們 雖然景很美 但是我會覺得非常的不開心 總之 等一下要換房 我要先去叫我兒子 我兒子好像跑去游泳了 起來 我們要換房間了 我們先換好再來玩 好 明明是住三天兩夜 我卻還要再整理一次行李 其實睡不好心情就會很不好 加上月經又來 反正等他們來搬行李 啊 頭真痛 總之就是這個冷氣噪音聲非常非常的大 那個窗簾是透光的 然後半夜還有燈照進來 總之就是睡得頭非常的不舒服 加上這整棟就不是連在一起的 我們就覺得我們就不是住在同一棟的感覺 然後他給我的枕頭 要錢 還有染色到 我就會覺得 不OK 就覺得 為什麼 花了錢 還要找最瘦 好 原來搬行李 希望今天會睡得 哈囉 好的 沒睡好 就是大太陽現在走來走去 其實我也是覺得非常的累 我還怕我朋友中暑欸 因為他只有睡20分鐘 他這樣子他應該真的會非常非常的不爽 在那個房間 這樣看過去很幽靜 各位來這邊說 絕對不要住後洞的最後一間 警告大家 欸 哈囉 媽媽你看 對 這邊是不是比較好 只要鎖住門就好了 對不對 媽媽你這樣會全身進來 再來嗎 全身進來 喔好喔 就至少這還比較可以拍照 這也比較大對不對 對 對 優質比較多 這格局比較不會奇怪 你看這樣看出去 好綠喔 舒服多了 綠麗盎然 就整個就會覺得 更美好的感覺 這邊應該不會有 至少他是遮光臉啦 遮光臉 對對 會覺得好很多 而且出來大家才可以相聚 來我跟各位講一下 二十輪這一間呢 請各位就是可以自己打電話 因為他線上訂房 聽他剛剛跟我們講的意思就是說 不能選方 電腦自動挑選 那我們就是比較沒那麼幸運 被挑選到最邊界的最後一個 被遺忘的世界 我在這之前還沒有特別去看二十輪的評價 目前就是在最邊界的地方是有些缺失 而且我們就是睡非常非常不好 我是希望我今晚可以睡得好 我睡得好真的心情就一切都會好很多 睡眠非常的重要 我有問過他像這種 比較多人會經過的 會不會有很多噪音 他就說這邊格椅蠻好的 那我就今天晚上來試看看 四面是非常的舒服的感覺 至少比較像個正常的Villa 我們這個外面 你連站在上面都要有一個漂亮的Pose就對了 我們現在住那 這樣看真的很漂亮啦 現在中午都沒人 中午會玩的就你們 這衣服好溫暖喔 去把身體弄一弄 這時間不要玩太久 上來了 這顏色真的是蠻漂亮 員工給他們那個魚飼料 讓他們在那邊餵魚 我來很狼狽的講一件事情 我們到家這邊 本來我們覺得一切都很不錯 我朋友剛剛就是在睡覺 就是因為他昨天沒睡好 結果他說他覺得很想睡在沙漠 因為他冷氣好像出問題壞掉 然後房屋就說 要趁現在趕快給我們再換房間 要二度換房屋 是不是覺得好心累喔 到底是怎樣 只有我們碰到這些問題是不是 搞得好像我們是奧客一樣 到底是怎樣 他一直就是收東西是怎樣 拍照很漂亮 服務員不會不好 但很多東西就是讓我非常心累 真的有一種下次不要再來了啦 那種感覺 好我家可惟他說 他不要換 因為他覺得那間小很多 我覺得不帶朋友來這邊住 然後還有這樣子的體驗 我真的覺得神奇 這樣看其實看的蠻好看的啊 現在又就只擦冷氣 這裡的格局我覺得是比較好啦 這個洗面台至少空間很多可以放 洗面台有這麼大我覺得就很棒 可惜我們房間沒有這麼大 就來看一下 私人房真的還是空間不夠 這個其實是可以放兩張雙人床的耶 但是他們沒有要放雙人床的意思 好喔 好喔 就是 綠意盎然的概念 然後有一個 很奇妙 不實用的小戒指 然後還有一個天井 有點髒的天井 現在小孩玩在一起了 太好了 可以自拍 還可以看他們玩 如果想要網美一下就是這種 有沒有 可愛可愛 從昨天那個之後 吃我終於就覺得 反正就是 你知道 吃一間可愛的小咖啡廳 你好好珍惜像我這樣 好好吃加咖啡廳 那個 在吵架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插嘴 不知道它好不好吃的 這一家 4.8 這個看起來還蠻厲害的啊 對對對 它有很用心的一個瀑布 大家等了8個小時 也沒那麼多 比昨天好很多 昨天那個麵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麼碎的麵 就是辣椒圓 而且是被 評選當地人一定會帶去的餐廳 然後 還說帶外國人去 外國人吃的非常的開心 但是那個評價的人吃給三顆星 哈哈哈哈 第一盤是高麗菜 我從來沒有吃過高麗菜 可以刮成這樣子的 它沒有把外層都弄掉 我覺得菜反而是最好吃的耶 不行耶 我咬完之後 我可能需要去補一下肉肚之類的 麵很爛 而且是一解一解一段段 對沒有看過餐廳 可以把麵煮這麼爛 他們可能是很貼心 因為我們有很多小孩 可能先幫我們就是 小爛嗎 用那個鏟子先切過 好喔 貼心店 嗯 貼心店 最後有一道 豆腐 他一直跟我們講說做了做了 但是一直買來 我真的很少會就是站起來 對難得第一次 可以不要嗎 我真的要走了 我真的很不想要等 菜在這邊 我們剩很多 也不想去夾來吃 就是也沒有吃飽 然後又很普通 四個可以吃的食物 Are you sure 沒有拉肚子啊 但吃完就是會很神奇 總之是一間 讓人家印象深刻的店 來一蘭不要太過隨興 還是要先 做一下功課 基本上都是八點關 我們想要的餐廳大概 沒有七點 隔著寫八點然後七點半 老闆就已經先走了 打電話去說師傅已經走了 好吃的餐廳都是 滿滿的地 你先讓我倒 然後其他都吃 其他都玉米 晚上看出去也是很棒 這裡有 香香 香香一定超開心 你帶了什麼東西回來 你說這個是必吃的是不是 這是哪一家 楊桃 吃看看 吃看看 這個太好吃了 我們吃的剩兩塊 第三天 最後的掙扎 又在跟人家玩 退房權其實我們有再找一次主管 結果主管態度180度大轉變 不承認我們遇到的問題 推出這些缺失都不是他們的問題 並且說其他客人都沒有反應相關問題 海裡直播的時候評論都是假的 我們一開始心情超差 他們有些人其實不是OK的 但我是覺得他們的服務是有缺失 容易找不到人 我最沒有辦法接受就是人家說謊 你為什麼可以蒙著眼睛說 你不要再說我們的問題了 就說為什麼我們要一直說他東西壞掉這樣子 那你昨天為什麼可以跟我們講說 對我們來量的時候溫度真的是有點太高 然後又請工程部來看 然後我們昨天都在處理 第一很累也沒有辦法繼續行程 第二沒有真正在休息 因為他們在處理房間 因為房間冷氣也是壞掉的 然後今天突然就說都沒有問題 他說昨天晚上也沒聲音 那我說那所以聲音是我們製造出來的嗎 我們錄音出來的那些東西就真的有聲音啊 我還給他影片 而且他第一天聽他是真的很驚訝 就說這個聲音真的是有點太大聲 還好就是我就是怕吵 所以我就還帶了耳塞 就我還有睡一點 他幾乎是沒有睡覺的 因為我們那一間呢 風口直接對我們臉吹 吹得我的臉很冰很凍 棉被是很熱的 不透氣的 不太好的羽絨被 所以他是悶住的 你在裡面就會像灼傷 然後一伸出來就是很像冰凍 所以我就整個沒有辦法就翻來翻去翻去 我覺得棉被跟枕頭是完全沒有支撐性的 所以是完全就是很不舒服這樣子 我小孩因為他那個冷氣沒有吹頭 然後小孩那邊就超熱的 就是他的冷氣會循環不是這麼均勻就對了 他可以推說就是每個人可能睡眠品質不同 我去過那麼多飯店住 我沒有度假度過這麼累過的 真的從來沒有 真的我住過一些就是品質真的不太好的民宿 他也沒有到那麼冷 睡得這麼不舒服 我真的沒有了 感覺是稍微有點逃避 沒有想要主動再來跟我們說 我覺得要處理我們是有點麻煩的事情啊 雖然說我覺得整體拍照很開心 環境拍起來確實是很有質感的 但是確實我們住的地方一開始 確實真的是有點太多 第一天只睡20分鐘之外 第二天這麼曬這麼累 居然還是可以睡不好 就是對 他的態度跟一些缺失讓我們睡那麼不好 真的會讓我們覺得 喔心情真的超差的 滿山萬海 聽說非常的夯 結果沒想到有被我定到位置 覺得是幸運的 看過去那個景的顏色真的還滿美的耶 喔他有質感喔 然後我們是做VIP包廈要從這邊上去 哇 確實顏色還滿漂亮的 來去看我們包廂 我們的包廂 好可愛耶這個 吃起來是還不錯 嗯 還行啦 沒有很差 這邊還有一個很像隧道的 桂山島 50年老店阿茂乾麵 聽說好吃 他們就來 好便宜 乾麵就是 吃吃吃 辣醬麵 其實他味道跟乾麵一樣 真的假的 因為我剛剛看他用那個成年老翁耶 嗯 還知道 上碗看起來就特別好吃 好輕的 苦瓜排骨 有辣味的味道 辣味的味道 有過20輪飛了宜蘭館的朋友 或是遇過很雷的住宿體驗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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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